连续无起谋杀案 受害者各个被剖堂开渡 可是警方却没有丝毫的线索 这一个又一个的谜团会怎样揭开呢 这些谜团会与班顶夫妇有什么联系吗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请收听广播剧《神秘客房》第四部第五集 此后几天班顶觉得时时刻刻充满了疑惧和忧虑 抑郁寡欢的他内心不断地交战着该采取何种行动 依着不同时刻的心情变化 他的行动也随之有益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自己 让他觉得最可怕的是他不确定这件事 如果他能够确定的话 或许可以决定该怎么做 但其实他是在欺骗自己 这件事他已经可以模糊地掌握大概 依照班顶的观点 任何方法都比直接去报警好 而报警似乎是多数一家之主唯一能够做的事 然而像班顶这种阶级的人 多半对法律有恐惧感 如果他和艾伦卷入这件事 而且被公诸于世的话 两人也就毁了 没有人会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去原来的好日子 想到这些 班顶内心深处不停地在煎熬 不 一定要找到报警以外的办法 班顶绞尽了脑汁 最糟糕的是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的看法变得越来越悲观 情势也更复杂 班顶在良知上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 要是他能真的知道真相 确定一切事情 那事情就好办了 现在他所掌握的相当有限 只能让这个秘密悬在那里 心里七上八下的 班顶从各个角度思考解决之道 竟然萌生出这样的念头 他内心深处 希望房客某个夜晚能再次外出作案 然后当场被逮到 但是偏偏事与愿违 此段时间 房客非但足不出户 还留在房里 而且常常躺在床上 他让班顶太太相信 他的身体还是很差 他才遇见班顶的那晚着了凉 到现在尚未痊愈 签德勒也成为 Daisy父亲心中的矛盾 只要他不当班 就几乎把时间耗在他们家 一向喜欢他的班顶 开始对他心生畏惧 这年轻人很少提到复仇者以外的事情 有天晚上 他花很长的时间 描述了这位送给酒吧服务生 一块金币的怪客 他描述得如此精确 听得班顶和妻子 尽管脸上不露深色 却都心情低落到极点 然而 签德勒对房客 却始终不曾表示过半点兴趣 终于有个早晨 班顶和签德勒谈到了复仇者 对话很是奇怪 不过年轻小伙子比平常早到 刚好碰到班顶太太和Daisy 正准备上街购物 这女孩停下了脚步 但是继母不允许地看了她一眼 要她继续走 班顶漂亮的面颊 因为生气而长红了 签德勒走过客厅的时候 班顶突然觉得这位年轻小伙子和平常不太一样 签德勒的态度带着威胁 班顶先生 我有话和你说 趁着班顶太太和Daisy外出的时候 签德勒 出什么事 什么事啊 签德勒你快说好嘛 不要掉我的胃口 我不认为我要讲的话会让你感到意外的 班顶摇着头 这可能意味着是 也可能表示不是 两人相识了一段时间 班顶觉得时间特别的漫长 好不容易 签德勒开口了 我想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班顶太太最近对我的态度有点怪 是因为你女儿代私的关系 我女儿 天哪 难道这就是你想说的 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他真的大大松了口气 看着眼前这位女儿的情人 对班顶而言 他还代表着可怕的法律象征呢 班顶对这位访客傻笑着 签德勒突然感到一阵烦躁与不耐 戴西的父亲真是个老驢子 之后 班顶变得严肃起来 他说话时尊严十足 就我的立场 我祝福你 你是很好的年轻人 而且我也很敬重你的父亲 谢谢 你真好 班顶先生 但是 他 他本人呢 我无法替戴西说话 你必须自己问他 这件事情 别人无法为你代劳的 我一直没有 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他独处 班顶先生 你不了解 我从来没有和他单独相处过 除了有一次和他一起走路 我听说他星期一就要离开了 班顶太太 管他管得很严 有时 可以说是吹毛求刺 那是善意的苛求 毕竟戴西是个年轻的女孩 嗯 戴西已经被教养成一位淑女 我想去见老姨婆 班顶太太好像认为 你女儿将来要和这老姨婆过一辈子 所以 我才要问你 班顶先生 真的是这样吗 我会和艾伦说的 不要害怕 你明天来 我会让你和戴西一起出去散散步 让你们在没有长辈陪伴的情况下 彼此了解 否则戴西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你 事实上欠得了 你并不了解他 我了解他 自从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做了决定 真的 我对他的母亲也是一样 多年后对艾伦也是如此 但是欠得了 希望你不会有第二个 但愿不会 班顶先生 你想 他们会出去很久吗 坐下坐下 我看他们不会出去太久的 他只是要买一些东西 签德勒 你的工作呢 没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猜 你们在等待下次的任务吧 我们已经厌倦不堪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这个畜生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 我想 这个人一定有一副 野蛮 凶猛的长相 目前公布的歹徒外形 让我们走错了方向 我不相信是他们描述的那个人 在农武中攻击女性的 不过 我也不太确定 有时候 我猜他是个水手 如另外一些人所说的 是个外国人 经常一次就出去十天八天 有的时候 我又想这个人 可能是中央市场的屠夫 不管是谁 这个人一定已经习惯于屠杀了 我真的这么想 听起来 你似乎不认同报上的说法 报上说这个人是个 呃 是个绅士 不 我认为 那是错误的判断 我知道有些同事认为 给那个女孩金币的人 就是我们要找的对象 但是班定先生 你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人倒像是个脱逃的 精神病患者 果真如此 一定有人看管他 会在身后叫喊追赶着他 不是吗 你不认为 他可能只是在某处 租房子住吗 班定先生 你是说 复仇者可能住在 西区的某家旅馆中 这听起来 颇有意思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班定先生 如果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从没说过 这是我的想法 好吧 如果这想法是对的 那么 我们的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这就如同在海底捞针 班定先生 我不认为事情会这样的 我们 有些人 希望他自己会逃走 我是说 逃到另一个大都市 在那里 他会有更多活可干 然后 他们听到了 班定太太插钥匙入孔的声音 两个男人私底下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此时此刻 班定很怕在讨论复仇者和他的罪行 Daisy看见签德勒还在这里 双甲因为喜悦而泛红 他一直很担心 回到家的时候 签德勒已经走了 尤其是艾伦好像故意在买每一件小东西时 都把时间拖得很长 签德勒刚才问我 可不可以带Daisy出去走走 我的母亲邀请你到社下喝茶 Daisy小姐 我是来问问你 能不能赴约 你是说现在 不 当然不是 你母亲说哪天方便 要我说 星期六怎么样 刚好是Daisy的生日 她星期一得回到老姨婆那里去 星期六不行 我得上班 那就星期天好了 Daisy小姐 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星期天可以 这时候 签德勒拿起帽子准备离去 因为继母未曾阻止 Daisy鼓起勇气陪她走向大厅 签德勒关上门的时候 她隐约听见班顶太太的讲话 我像他们这样年轻的时候 星期天才不会出去闲逛呢 交往中的男女 星期天都得相约上教堂 这样才比较得体 Daisy的十八岁生日 终于到了 她父亲信守承诺 送给她一只手表 作为生日礼物 这是只漂亮小巧的银制手表 是班顶在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时候 买的二手货 那似乎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班顶太太视词表为奢侈品 但是这个时候 她自己太苦恼了 因此没有心思去管这些事 而且她也明白 不该去干涉丈夫和她女儿之间的事 这天早上 班顶外出为自己买了一些香烟 除了在离职后头一个礼拜 曾经狠狠地吞云土物一阵外 班顶已经很久不曾像过去四天那样 抽得这么凶了 西西烟管对她而言 真是快活似神仙 好像长静果一样乐趣无穷 抽烟已经成为她唯一的松弛之道 和鸦片一样令她遍体舒畅 不仅缓和其内心的恐惧 并且有助于思考 可是她吸过头了 使她变得很神经质 外头亦有什么风吹草动 或是妻子突然开口跟她说话 都会吓她一跳 刚才艾伦和戴西在下面的厨房里 所以史老子先生和她之间 只有一道楼梯之隔 她不喜欢这种感觉 于是悄悄地走出去 而没有告诉妻子 过去四天以来 班顶避免到平常走动的地方 甚至避免和邻居或救使打招呼 她非常害怕这些人会提及 这个复仇者的话题 唯恐自己泄露了 只占满她内心的疑虑 但是今天 可怜的班顶先生很渴望有个同伴 而且是除了妻子和女儿以外的人 这种念头终于驱使她 走入狭小拥挤的街道 今天的人潮比往常多 附近的家庭主妇都利用周六 购买周日所需的物品 她走进一家小型的老实商店去买烟 班顶和店员东拉西扯地闲聊着 竟然都没扯到左邻右舍 仍在讨论的热门话题 班顶感到意外 却也松了口气 她站在柜台前准备付账 手里还拿着一包香烟 突然一眼看见她的妻子艾兰 正站在对面的杂货店门口 她道了声抱歉 匆忙冲出店门跑到对街 艾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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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跑出来 有戴西和房客单独在家 我以为你在家呀 你不是在家吗 你为什么没确定我在家 就自己跑出来 班顶无言以对 两人痛苦地沉默相识 终于了解对方已经知道了 他们转身冲出了这拥挤的街道 不要跑 只要走快点就行了 艾兰 别人都在看你呢 不要跑 班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倒不是因为走路太快的关系 而是因为害怕和激动 终于走到了家门口 班顶一个剑步抢在妻子前面 推门而入 毕竟 戴西是她的孩子 艾兰无法体会她的感觉 她三步并坐两步 用钥匙开了门 门一打开 她便四处找寻戴西的踪迹 戴西 戴西 亲爱的 你在哪里 爸爸 我在这里 什么事 她没事 艾兰 她没事 让我缓和一下 不要吓着孩子 戴西正站在起居室的火炉旁 对着镜子欣赏自己呢 爸爸 我见到房客了 他是个非常温和的绅士 刚才呀 他摇了铃 但是我没上楼去 所以他下楼去找艾兰 调东西 我们谈了一会儿 我告诉他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他邀请我和艾兰 下午到杜莎德夫人拉相馆去 当然 我还是可以看出 他挺怪的 刚开始说话的时候 非常滑稽 他问我 你是谁 口气带着威胁 我告诉他 先生 我是班定先生的女儿 他说呀 他说 你很幸运有艾兰这样一位气母 难怪看起来这么天真无邪 接着他又引用了一些经文的话 还说保持你的纯真 说的时候呢 还摇头晃脑的 天哪 这让我感觉 好像又和一波在一起了 我不会让你和房客出去 我是说真的 哦 爸爸 我还以为 看在我生日的份上 你会给我一个宠语呢 我告诉他 周末这个时间 不太适合去参观 他说可以早点去 趁大家还在吃饭的时候 他还特别邀请你呢 艾兰 看来呀 房客很喜欢你哦 如果我是爸爸 一定会吃醋呢 班定和妻子忧心地互忘了一眼 会不会是刚才急急忙忙忘了关前门 让那位无情的警察悄悄地尾随而入 当他们发现 原来是史老子先生的时候 竟感觉一种奇特的满足感 他身着盛装准备外出 手上还拿着一顶高帽子 是他初次来这里时戴的那顶 而身上则穿着外套 而飞大斗篷 我听见你们回来的声音 呃 所以下来问你们和Dess小姐 要不要去沙德夫人蜡像馆 我从没有参观过这些著名的蜡像作品 只不过是久闻起名 班定勉强自己盯着房客 心中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同时却突然产生一股疑虑 眼前这位举止温文的绅士 在过去四天 仅被自己认定是那位残酷的杀手 真是不可思议 先生您真好 他寻找妻子的目光 但是班定太太却看向别处 眼神空洞 他身上还穿着斗篷 头戴小圆软帽 这是刚才外出购物时的衣着 而Daisy却已经开始戴帽子 穿大衣 怎么样 班定太太转了身 觉得史劳斯先生 好像在威胁他 怎么样 好的 先生 我们待会儿就出发 史劳斯先生又要出门了 这会儿是在人多的时候 那么还会不会有人被害呢 凶手到底是谁 他应该出现了吧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 神秘客房 第四部 第六集 剧本改编 新阵宇 录音合成 金瑶 后期合成 何林 剧中人物 班定由新阵宇饰演 艾伦由丁丁饰演 千德勒由秋昊饰演 Daisy由旭佳饰演 Shloss由刺人饰演 旁白 王林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